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机企浪千层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简称洛马公司是美国军工集团的代表企业 大名定利的F35隐形战斗机就是出自这家公司 而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不仅生产设计各类型导弹 还是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重要参与者 网上的反应有人点赞也有人冷嘲热讽 他们说的最多的就是人间本来就不卖给你一副人间清醒 在我看来若想不是生存的障碍无知才是 国人只知道美国用芯片卡中国的脖子 殊不知中国在其他领域也可以卡美国的脖子 给大家看两则新闻 第一 早在2019年 英国天空电视台就曾爆料 美国最尖端的F35隐形战斗机的电路板来自中国 因为总部设在英格兰的电路板生产商 Expasion PCB在2013年时已经被中国公司收购 第二 去年8月 据美国CNN就报道指出 洛马公司生产的F35隐形战斗机的发动机零件 来自中国生产的德磁铁合金 为此五角大楼甚至一度决定暂停接收新的F35飞机 以确保F35项目符合于特种金属有关的国防法规 因为根据美国新的采购法 国防部相关项目禁止采购和使用来自中国 伊朗 朝鲜和俄罗斯等国家生产的某些特种金属或合金 很显然主要针对的就是中国 F35联合项目办公室当时就承认 已经交付的超过825架F35战机中 全部包含中国产灵部件 看到这个消息 估计老拜登一阵目眩而眠 恐怕又要吓得作而已始了 都说美国可以卡中国的脖子 怎么到头来美国最尖端的隐形战斗机 竟然会被中国卡脖子呢 美奸我 洛马公司表示 F35战机由1700多架供应上的30万个零件组成 如果想确保F35按时顺利交付 必须允许使用中国生产的合金材料 起据来自翻转 经过一个多月调查后 五角大楼最后决定对来自中国的零件豁免 所谓豁免就是同意继续采购 使用中国生产的零件 五角大楼为什么要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开绿灯呢 说白了就是中国的零件无可替代 F35引擎战斗机中采用的中国合金材料 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这么特殊 其实就是大家熟悉的稀土 只不过 这是我国深加工的稀土永磁合金材料产品 稀土将来被认为是工业维生素 许多尖端武器中都离不开稀土成分 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指出 2015年至2018年 美国进口的稀土中约有80%来自中国 而洛马公司生产的F35引擎战斗机 其电力系统和磁铁等关键部件 都严重依赖稀土材料 美国当然知道 关键材料被人卡脖子的危害 2020年11月 拜登政府宣布拨款近1300万美元 资助三家公司筹建稀土设施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但和稀土提炼的关键技术都在中国手里 完整产业链也都在中国 美国要想另起炉灶重新来过 哪有那么容易 让你先大量使用 形成依赖后 在关键时刻突然断供 以此要挟来提高谈判筹码 不就是美国常用的手段吗 这一次中国不过是以其人之道 还以其人之身罢了 被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后 意味着落马公司即使得到五角大楼的豁免 也无法从中国采购稀土泳磁产品 我们推测 失去中国稀土核心材料 美国后续的F35引擎战斗机订单 不仅将难以顺利交付 而且维护保养也会出现麻烦 同志们 我们就坐等F35不断坠机的新闻吧 美国做初一 别怪我们做15 既然要干 就要对它釜底抽薪 对于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更简单 我国直接对美国停止 含能材料出口就行了 含能材料是精确制导武器战斗部的关键 没有含能材料 炮弹和导弹就炸不响 尤其是第四代含能材料 2014年 在北京理工大学余永中团队公关下 中国成功实现了CL20炸药的低成本生产 为此余永中团队还获得国防科技进步特等奖 2020年 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曾在一份报告中指出 美国每年从中国进口的含能材料 占全美军工需求的60%以上 这意味着一旦中国切断对美含能材料的出口 美国超过一半的军火产能就会陷入瘫痪 这就是中国在含能材料领域的国际地位 看到这里 那些还认为中国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 只是口嗨的 还是洗洗睡吧 作为世界第一工业制造大国 可不光是生产衬衫和玩具的 在无数科学家的努力下 我国已经默默的在很多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 看看太空中的中国空间站 就应该明白 这背后堆积了多少世界最前沿的高精尖技术 不仅如此 把洛马公司雷神公司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 也意味着他们再也不能在中国赚钱了 很多朋友或许不知 这两家公司不仅仅只是军火商 还涉足很多民用领域 老早就拓展中国市场了 这次通通一笔勾销 我们再看一下本次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后的处理措施 一禁止上述企业从事与中国有关的进出口活动 二禁止上述企业在中国境内新增投资 三禁止上述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入境 四不批准并取消上述企业高级管理人员 在中国境内工作许可停留以及拘留资格 五对上述企业分别处以罚款 金额为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 实施以来各企业对台均受合同金额的两倍 本公告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看看吧不出手则已亦出手惊人 F35载牛逼又如何 我们断供稀土合金让你飞不起来 雷神导弹载牛又如何 我们断供还能采料让你炸不响 我认为把洛马公司和雷神导弹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 意义重大不仅仅只是限制对台均受那么简单 更是在为统一大业做全盘布局 这次亮剑是对美帝霸权的一次正面引钢 是最有力的反击 要让美国清醒清醒 它能利用芯片卡中国脖子 中国也能卡美国的脖子 更要让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都觉醒起来 美国霸权优势正在丧失 反击是最好的回应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 哪有那么多顾虑 趁他病要他命 既然天下苦美久矣 那么天下人就共鸡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